湖北省石岩市云阳区地处鄂西北 属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 和秦巴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是集老山边平库与一体的国家级贫困县 近几年云阳区引进袜子产业 截至2020年10月 已有28家袜业生产及上下游企业扎堆聚集 小小的袜子已经成为当地扶贫大产业 此前45岁的礼盒一直在新疆务工 得知家乡有袜厂后 2020年3月成为一名挡车工 负责智能袜机日常故障排查等工作 2020年初26岁的董伟也回到了家乡袜厂工作 董伟表示家门口就业 照顾家里更方便 不仅开销变少了 而且收入和在外打工差不多 因为我是小孩也先五岁了上学 然后我妈在那边上班 家里现在又不可能说没人照顾 所以我觉得年龄也大了 老年人身体不好 反正就是万一做点什么事也不好 所以我就选择回来了 然后在那边上班 又能挣钱又能照顾一下老人 云阳区是传统香菇产区 一朵小香菇从种植加工到销售 成了当地带动贫困户最多 整体收益最大的单项产业 湖北省最大的异地扶贫搬迁安置区 青龙全社区旁 配套建成的1100余亩香菇产业基地 已成为1.5万名一千户的兜底产业 朱友福是从云阳区大柳香杠子沟村 异地扶贫搬迁来的贫困户 以前他和大多数当地年轻人一样 一直在外打工谋生 2018年12月 他们一家三口搬进了安置店 至少说稳定一点 比以前打工的话 也稍微稳定的多得多嘛 为了让贫困户搬得出能致富 园区采用公司加基地加贫困户的经营模式 手把手为故弄传授香菇培育技术 还免费提供加工设备保障产品销路 很多人称来的胆小嘛 怕亏钱嘛不敢做嘛 现在形成规模了之后 很多人现在还是很 很多人愿意做 今年做的人比较多 新户都比较多 2014年至2019年 云阳区累计减贫48,519户 16万0913人 贫困发生率有35.63% 降至0.21% 截至2020年6月底 甚于贫困人口全部达到脱贫标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